酸菜两个多小时以后咱们晾得差不多了 咱们就给它摆到这个烟菜桶里 把它这个水给它挤一挤 然后像这样头纤尾头纤尾这样给它摆着 压住 摆完以后呢 一层 一层就撒这么一小捏盐就行 撒到这个表面上 第二层的时候呢 跟它是反方向的 为啥这样呢 就为了找水平呗 这样会接触紧密一些 不会造成这个平面高高低低的 然后不好管理 第二层 然后再给它撒一点盐 第三层的时候呢 就是跟第二层再撒开 反过来 好了这样是三层白菜就摆好了 摆好了咱们在最后上面这层撒盐 要多一点 因为它弄完了以后这个盐呢 它会化了以后顺到下边去 好了盐也撒好了 咱们就使用这个 它原先带的这个中间这个盖子 放在上面 这样是它这么一压的话 咱们咱们这大石头出厂了 好了 给它压一下 这块再给它压一下 两块大石都这么一压 压得十十块块的 好 压十块以后呢 咱们刚才 晾白菜的时候也晾得白开水 一定要白开水啊 然后顺着这个边 顺着这个石头啊 顺着这个边吧 顺着这个桶边 慢慢溜慢慢倒 不用倒得太急的 倒这个棕盖上也行 将它慢慢往下渗 慢慢往下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倒完这个水呢 最好是刚刚能摸过菜 今天我这个水呀 还没有摸过菜 但是不要紧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天 明天一天的话 这个水就会摸过这个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盐啊 撒它 还有这个石头压它的话 这个酸菜可能会下沉一些 所以水呢就会上来 它就会正合适 摸过这个酸菜 摸过这个烫好的白菜 好了咱们就放在这儿 它是有个盖子 咱们就可以上边盖一下 不用完全密封 为什么 因为等它这个水上来以后 密封到它这个表面上以后 它这个酸菜其实是处在 处在一个密封的环境 所以说呢 你不能给它密封 密封的话 它就是乳酸菌发酵的话 会采生气体 你还要经常放气 咱们就用这个大桶子 把水没过它 然后呢 这样用这个盖子 轻轻的在上面这样 照一下 防止灰尘进入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个酸菜放哪呢 腌酸菜的放哪呢 你最好放在一个 就是白天有阳光的一个房间 最好也不要叫直射阳光 能够照到它这个上面 白天有阳光 然后温度的话 一天呢 有几个小时 在十度左右的地方 温度太低的话 它发酵也慢 因为温度太高的话 它这个乳酸菌 发酵快了 酸菜就烂了 像我的话 我就放在我这个一楼 不用的这个厨房里边 白天还有阳光 就放在这就行了 好了大约一个月以后 这个酸菜就可以吃了